這一頁我們要來看我們怎麼計算這個Electric Potential 假設在空間中有這個藍色的線所表示的這個電場 那這藍色的線呢是這個電力線 然後呢有一個電荷Q 由I這個位置按照綠色這一條線走到F的這個位置 那麼呢我們想要知道它從I走到F 這個電場施與這個電荷上面所產生的力總共做多少功 那麼我們假設呢在這一小段的位置 這個位移呢是Ds 所以呢這個電力呢 就是等於Q電荷乘上電場 然後呢施與這個電荷 於這個位置到這個位置 它總共所做的功Dw就是力內積位移 那這一小段的力 那力呢就是電荷乘上電場 然後呢內積位移 那麼從這裡I到F 全部的電力 全部的電力 所做的功W1 就等於從I到F 每一小段的功 每一小段的功 通通把它加起來 那就等於 Q乘上積分I到F E內積Ds 這個Q可以從這個積分式把它提出來 因為呢它在我們這個計算裡面是常數 是常數 好 那麼呢 從I到F 那麼F跟I的電位的差值 VF-VI呢 就等於DataV 就等於我們前一頁所說的 負的 在這段過程裡面 電場所示威的電力 所做的功 除以我們所考慮的這個電荷Q 這是前一頁所寫的 那麼把它帶進來 就等於負的 由I積分到F E.ds 好 那我們就得到 從I到F 電位差 VF-VI 就等於負的 積分I到F 電場內積 這個 路徑 那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呢 來求這個 電位了 那麼第一個 最簡單的求電位呢 就是當我們只有一個單一電荷Q的時候 假設呢 我們有一個單一電荷Q 我們想要知道 距離電荷Q 為 R的一點距離 就是在這一點 我們想要知道這一點 的 電位 是 多少 那我們怎麼去計算它呢 我們就假設有另外一個電荷Q Plan 由這個地方 被 移到 無限遠的地方 好 那麼 它從這個 位置呢 從距離為 R的地方 移到無限遠的地方呢 這裡跟這裡的電位差呢 移到無限遠的地方 假設電位叫做VF 在這裡的電位 假設叫做VI VF 減掉VI 就等於負的 由 R的這個距離 然後呢 到無限遠 然後呢 E 內積 DS 這是我們剛才講的 這是我們剛才講的 那 根據庫倫定律 所以 這個 我們說這個電位是VI 這裡的電位是VF 根據庫倫定律 我們知道 距離 這個Q這個電荷 譬如說在這裡 它距離這個電荷 為R的時候呢 它的電場的大小是 4πε0R平方分之Q 然後呢 它的方向呢 是朝外的 就是電場方向是朝外的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電場 把這個 Q'的這個電荷呢 在位移的過程 每一點的電場 通通把它帶進來 所以VF-VI 就等於負的 R 積分到無限大 然後呢 這個電場呢 是它距離這個 Q電荷 Q'電荷 距離Q電荷 為R的時候的電場 4πε0R平方分之Q 然後呢 方向呢 是朝外的 這是方向是朝外 然後呢 我們積分的方向 DS的方向 也是從 比較小的半徑 到比較大的半徑 所以 DS跟DR 是同樣的方向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帶進來 好 那我們就把電場 帶進來 然後呢 然後呢 DS帶進來 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是相同的 所以他們內積直接就是1 然後呢 其他的照槽 就等於 負的 R積分到無限大 4πε0分之1 然後呢 R平方分之Q DR 這個呢 你可以很簡單的 把它做積分 然後呢 上下標把它帶進去 這個東西 就會等於 負的 4πε0分之1 大R分之Q 大R 代表的是 我們從 距離 為 R 的地方 我們距離從 R的地方 開始 然後呢 它的電位 由 Vi變成到 Vf 接下來呢 我們按照我們的慣例 就是 我們之前在講 重力位能的時候呢 我們習慣把 無限遠的地方 的重力位能 把它視為是0 在這裡呢 我們也相同的 我們令 在無限遠的地方 它的電位是0 這是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 任意的設定 你可以任意設一點 做參考基準點 那這個 基準點呢 就是在無限遠的地方 電位設為0 所以在無限遠的地方 電位設為0 那麼 Vf就是0 Vi這一點呢 Vi這一點 就是距離為R的地方 的電位 就是這一點 距離為R的地方 的電位 所以 Vi就等於V 距離為R的地方 的電位 好 那我們把這個 0 減 Vr 帶進來 那就等於 負的這個 那我們就得到 在 起始的這一點 就是距離 Q電荷為R的這一點的電位 就等於4π 1分之1 大R分之Q 那麼 你就可以這樣 求得 任意一個電荷 這個 距離它為R的地方 那這一點的電位 就會是 4π x0 乘上 R分之Q 這是距離 任一點電荷Q 為R的距離的地方 這一點電荷Q 所產生在這一點的電位 就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呢 這一個我們可以把符號改成小R 這個把符號改成小R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我們不是只有單一電荷 而是有很多電荷的時候 那我們怎麼去處理它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們現在呢 我們先看兩個電荷的情形 就是假設空間中有兩個電荷 Q1 跟Q2 好 那這兩個電荷呢 對這一點所產生的電位會是多少呢 那我們來看看 因為我們在求電位的過程 它對它的電位的貢獻 然後呢 它對它的電位的貢獻呢 事實上是 它對它的電場的貢獻 把它加起來 然後呢 內積它的位移 好 那麼 我們看到 這個在合成電場的過程裡面 Q1加進去 Q2加進去 那麼它所產生的電場 就是E1加進去的電場 跟Q2所產生的電場 把它加起來 然後我們把它做積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是做積分 所以積分的過程裡面呢 積分A加B 我們知道這等於積分A加積分B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兩個電荷 對這一點所產生的電位 由電場去求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的電場分別拆開來 用兩個積分式去求它 那這兩個積分式我們分別去求它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 假設Q1到這裡的距離是R1 Q2到這裡的距離呢 是R2 那我們按照這樣去做 我們會發現 Q1對這一點的電位的貢獻量 就會是4πε0分之1 R1分之Q1 Q2這一點對這一點的電位的貢獻量 就會是什麼 就會是4πε0R2分之Q2 因為呢我們在做這個一個單一電荷的電位的計算的時候呢 不管是由電場或者是做積分 這兩個東西呢通通都符合疊加原理 就是電場是兩個電荷個別提供的電場 然後呢做積分的時候 之後我們又可以把兩個電場 對於電位的貢獻的積分式 積分A加B會等於積分A加積分B 所以呢 電位由第一個電荷所提供的電位 可以這樣算出來 由第二個電荷所提供的電位 由這樣算出來 那這個算出來就是這個 Q2所提供的算出來就是這個 那我們就得到兩個電荷對於空間中一點 所提供的產生的電位 就是他們兩個個別的電位的核 那麼如果說你現在有3個電荷 4個電荷 N個電荷 那麼呢 它對這一點 空間中這一點所產生的電位呢 就會是個別電荷所產生的電位的核 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是這個樣子 4π1 然後呢 第一個電荷 然後呢 第一個電荷到我們所關心的位置當分母 第二個電荷除以第二個電荷到我們所關心的位置 當作分母 然後把它加起來 就是全部的這些電荷對這一點的電位的貢獻量